有关民众反映古山区某餐饮业 制售之汤品 设有食品安全卫生疑虑一案 卫生局今日派员一 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 现场查查 经查该店成装汤品工作加汤用之器 虽有加盖密合 非属高风险 为未妥善管理 以要求立即改善 另查出餐区与回收餐区 未设置明显区隔 有交叉污染之余 勒令业者限期两天内改善 借其未改善 将依食品卫生管理法第八条 及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 裁罚六万元以上两亿元以下罚还 卫生局呼吁业者 应依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 加强作业场所 设施设备及从业人员卫生管理 以维护消费者时的安全